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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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以罚款 通常出犯 吃犯 第二次犯都是罚款几千块钱罢了 所以它是一个很新的罪名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案子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 为什么 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 你要控告这个弹性宝贝平台 你有什么可以控告它 没有 第一 马来西亚卖赢不犯法 第二 它是一个平台 它没有强迫人卖赢 它也没有强迫人援交 你加入这个平台不代表你是要去包 你就一定包养人 或者是你一定被包养 不一定 你加入平台会不会被包养 会不会去包养人 最终的决定在谁手上 在你自己的手上 所以关他屁事 所以你根本不能以相关的条文来控告他 所以警方最终就用了这个无关紧要 无关痛痒的小条文来控告他 而且这个言论造成公众不安的罪名 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诟病的罪名 很多公民社会的分子一直都说要要求 包括律师公会要废除这些条文 因为这些条文的广泛程度太广了 就跟煽动一样 就跟煽动的罪名一样 什么叫煽动 什么造成公众不安 其实是由你讲 没有我讲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合时宜的条文 所以很不好意思又被说中了 我说政府没有条文可以控告他的 结果政府真的就用了这一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条文来控告他 当然这个苏格木的老板他也不认罪 所以这个案子会进行审讯 我们就看他要怎样证明他的言论造成公众不安 当然他说他造成公众不安是 他很多大学生 马来西亚的大学生来参加他这个案 他之前他也是拿来摔了 他自己发出这个报道说 刑管令造成很多大学生来加入他们的网站 但是很多人加入我的网站 为什么等于造成公众不安 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平台没有卖银嘛 不然你应该说他靠别人卖银来维生 来赚钱 来控告他 但没有 因为他没有强迫人 他只是提供一个平台 如果这样子提供平台也有罪 那酒店也有罪的 因为很多人去酒店做不道德的事情 微信也有问题 LINE也有问题 大家不要跟我说 你不知道微信摇一摇 微信找附近的人 满满都是色情的消息 满满都是诈骗的讯息 LINE也是一样 还有TINTER 约炮的APP 像这些全部都不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对付Sugar APP的原因 因为这个我当然不支持原教 我如果我有女儿 我一定她去参加这种事情 我一定打死她 然后我会很羞愧 因为是我自己没有教好她 但是别人 有别人的道德观点 别人要怎么做 我不能用我的道德观点去施加在她身上 把自己的道德观点硬硬加在别人身上 这是最野蛮的事情 最野蛮 最野蛮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不支持的原因 所以在进入卖银的条文之前 我们先把背景讲解一下 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 这个主要讲解的内容就是 卖银在我国到底犯法还是不犯法 答案很清楚 很直白 卖银就是找妓女 用金钱去换取性行为的一个情况 在马来西亚是不犯法 你卖银的人不犯法 嫖客也不犯法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这些报纸的新闻 你会发现 其实那些女生 比如越南女生 泰国女生 来马来西亚 卖银或者是按摩 或者是陪座 其实警察只是抓到陪座 就会说他们卖银 其实陪座跟卖银差很远 按摩跟卖银也是差很远的 当然有些按摩陪座他们有卖银 但你不能说他陪座 他就是卖银的 我们这些不可以随便指责人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底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注意新闻 从来不会以卖银的罪名来控告的 因为在马来西亚 根本没有卖银或嫖妓这条罪 在中国有嫖娼是犯法的 卖银是犯法的 在马来西亚是没有的 跟卖银相关的法律 在刑事法典里面有四条 三七二 三七二 A 三七二 B 跟三七三四条 三七二 A 三七二说的是什么 强迫他人卖银 我强迫某个女孩子 A B C 卖银 把她们关起来卖银 我这样子是犯法 很严重的罪行 所以这一条只是规范这样子的行为 并不是卖银的人犯法 是强迫卖银的人犯法 这是第三七二条文 然后三七二 A 条文是什么 三七二 A 是依靠别人的卖银收入来过活的人犯法 什么人是依靠别人卖银的收入 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我是归宫 我犯法 因为我从他卖银的收入 我分成了 或者是我做一个卖银网站 在网络上帮人招客 这也犯法 因为我会有分成的行为 反正这个女生卖银 或者是这个男生卖银 他所赚到的钱 会有一部分要给我 我就是靠别人的卖银为生 赚钱 所以我就犯法 看到吗 卖银本身没有办法 是你靠卖银的人赚钱给你 你才犯法 所以这是三七二 A 三七二 B 是什么 拉皮条 其实就是拉客 如果卖银的人自己有去拉客 那他就犯法 或者是我帮他拉客 我做归宫 我也犯法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会混淆 那卖银不拉客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香港的一楼一封 为什么香港 香港的相关法律 跟我们马来西亚是很像的 因为我们都是承袭治英国的 他们卖银是出罪化 没有办法的 香港有很著名的一楼一 也就是一楼一共 一整栋楼里面全部住的都是性工作者 然后他们每一个房间就一个个体部 他们没有集团操控 也没有被强迫 都是自愿自有的 所以他们不用拉客 你自己去找他 你去敲门 看他适不适合 问他多少钱 然后你跟他完成交易 这个就是没有拉客嘛 所以卖银不等同于拉客 拉客有罪不代表卖银有罪 所以我们法学 我们做律师的人 我们读法律 一直要就事论事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就事论事就这样 父父不会得正 正正也不会得父 因为每一个事情 跟每一个事情都是独立不相关的 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 我喝酒 但是你撞我 我喝酒错 不代表你撞我就没有错 你不能说我撞你 可是因为你喝酒 那我撞你就没有错了 这样子是错误的 我错 你也错 你不会因为我错而造成你没有错 同样的情况 所以拉客有错 不代表卖银有错 当然373是最直接的 就是开妓院 你开妓院的人 你本身就是靠性工作者的 靠他们来赚钱 这已经犯法了372A条文 你已经触犯了372A 然后373它更大一点 因为如果你有经营妓院 经营妓院当然不只是一个个体孤狼 所以你可以多重一条罪名 所以你在法庭上 我本身经常有去法庭都有看到 其实这些涉嫌卖淫的人 他们被抓他们被控告的绝大多数是什么条罪名 那些女生被控告的 我告诉你他们被控告的 其实跟卖淫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被控告的是滥用签证罪 尤其是外国的女生 因为你进来马来西亚 你不能赚钱 你赚钱你要有工作证 而马来西亚是不recognize卖淫的 你卖淫你来做性工作者 你是申请不到permit的 所以你肯定进来你就是非法劳工 所以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被这个罪名所控告的 当然除了这个罪之外 最多被控告的是拉克 但是外国的妓女进来 老实说他们不会自己拉克 拉克的都是那些皮条克 都是那些不予空 所以他们不会中这条罪 所以卖淫在马来西亚不犯法 大家必须要清楚明白这个情况 你问我认不认同这个法律 我完全认同 而且这个法律是先进的 因为关起门来做什么事情 我们你情我愿 没有存在强迫的情况 别人有什么好干预的 别人的道德标准 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是不一样的 在马来西亚很多人觉得未婚牵手 情侣牵手就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看电影就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在没有结婚的两个人 在一个房间里面 不用在一个房间 只要孤男寡女在一起 不管在野外 不管在公园 还是在家里 还是在房间 都是不道德的 而且他们还把这种不道德 明文规定成犯法 也就是道德警察的情况 这些是非常落后 非常原始的情况 也是我们一直努力要改变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本身认为 原交是不对的 确实你可以保佑你这样子的道德标准 别人不能干涉你 但你不要把你的道德标准 施加在不相关的人情上 不然你跟这些极端分子 是没有差别的 就要明白 刚才也顺便讲到 卖颖不犯法 其实嫖客就是你去找妓女 也是不犯法的 但是不犯法 你被抓到 通常你都会花钱了事 因为你要去做证人 如果他们真的被控告 说他们非法没有准证做工 要你做证人 你怕吗 给老婆打死 所以嫖客在马来西亚也不犯法 但在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卖颖犯法 嫖妓也犯法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我要讲的 然后第二部分要讲的就是 口交 或者叫违反自然性行为 违反自然性行为 就包括口交跟钢交 在马来西亚犯不犯法 当然是犯法的 所以这一个条文 其实是很落伍的条文 因为像我刚才说 如果没有强迫的成分 我们关起门来 口交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是成年人 其实口交真的是很正常 很平常的事情 所以这一条法律 就跟刚才卖淫的相反 马来西亚反而在这边很多后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一直被抨击 为什么这一条文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处 关于违反自然性行为 就是口交或者是钢交 有写明清楚 是在Pinal Code 刑事法典第377A条文 只要你把你的小弟弟放到别人的嘴里 或者是放到别人的肛门里 你就已经犯法了 不管对方同意还是不同意 你就犯法 如果对方是同意的 那你就是377A条文 两个一起犯法 因为你们两个一起进行了违反自然性行为 然后如果对方是不同意的 你就是基监罪 这个是377C条文 377C就是未经他人同意之下 进行违反自然的性行为 也就是我们俗称说的基监 所以马来西亚的法律是这样子 关于这个377A 377C没有问题 因为你违反他人的意愿 你强迫他人来跟你口交 强迫他人来跟你钢交 这当然是很错的事情 很不应该的事情 任何事情只要是违反他人的意愿 你要他去做 都是绝大部分都是不应该的 所以377C绝对有留下来的必要 但是377A条文 是一直被公民社会所大力抗击的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关于卖民口交 钢交到底合法不合法的讲题 我们第二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喝一口酒就进入第三个讲题 第三个讲题会短一点 今天时间不够晚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我先把讲题拿下来 先回到我们的聊天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Josua说 哎呀我呛道一下 Josua说 这段影片不能让我女友看到 不然以后她有借口不帮我 在马来西亚法律 就算两个人都同意也是犯法 377A我刚才看到 但是你本身不同意 你没有人去举报 警察也不会来抓你 如果你自己去举报 你自己也犯法 之前安华的案件 被举报的那个 他们一直说被强迫 他们一定要说是被安华强迫的 之前安华的基建案 如果他没有说他被强迫 他也犯法 都一起违反了377A条文 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阿兹敏 我们马来西亚现在有两个 非自然性行为的icon 我们一讲就会想到 我们说的很直接 一个是疑似阿兹敏的性爱影片 一个是安华 两次因为基建案而入狱 所以安华去控告他的人 一定要说自己被强迫 但是很不合理的 安华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 你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他怎样强迫你 违反自然性行为 没有这么容易 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 武力施压 当然你可以说 他的强迫是用他的权势 是用他的金钱 但你要证明这一点 没有这么容易证明 但疑似阿兹敏的影片 那个Hazit 他就不一样了 他很明显 他是他去举报阿兹敏 说他是里面的人 但那个影片我们看到 他明明很enjoy很享受 他明明很enjoy很享受 所以他本身也犯了377A这个条文 但这个案子被压下来 到现在还不了了 到底是不是阿兹敏 我们还也不知道 没有定论 你不能说是他 也不能说不是他 因为警方把这个影片 拿去美国调查 回来的结果说 影片太萌 我们找不到 但是大家心里有一把尺 是不是他 大家心里有结论 我这里也不说 但是 就像我说的 那个Hazit 其实他也犯法了 只是没有人去举报 所以你女朋友 你不要得罪你女朋友 你要你女朋友 跑去举报你 你也是吃不了兜者兜的 当然如果是强迫 这个是最不应该的事情 绝对 不管是发生性行为 还是其他的任何事情 包括强迫工作 全部都是最应该被谴责的事情 我们应该尊重个人的意愿 尊重个人的选择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刚才就说 整留言让我呛了一口气 我咳嗽 好 好 们 是 10 这是 3 5 5